从今天开始台湾入境的人数不再设限 专门接待入境团的旅行社透露说 11月到12月接待的欧美旅客就有将近千人 大部分都是来台湾过耶旦节还有跨年的 而双北饭定业者的住房率也明显回温 其中台北是一家五星级的饭店 12月到明年一月的住房率有8到9成满 当中观光客就占了5成 机场开板上一个个国际航班等着入境来台 12月10号台湾入境人次终于不再设限 根据淘机预报的入境旅客数 10号相较上周六略增超过2000人左右 而专门接待入境团的旅行社也早已备站 光是11 12月接待的欧美旅客就有将近上千人 尤其美国客回流最明显 主要以散客居多来台过圣诞更化年 东南亚客就是来台希望可以看台北一定的烟火 看烟火以后大部分的客人会去往这个环岛的旅程 也蛮期待就是明年就是恢复到2019年的水准 不止旅行社乐见旅客回温 看看台北饭店周六一早大厅更是挤满人潮 喜来登饭店12月到1月住房率已经达到8到9成满 其中观光客就占了5成以欧美住客居多 另外京华酒店12月到1月住房率也有9成满 国外观光客以日本欧美占比最高 举板桥凯撒大饭店12月也有9成住房率 以欧美东南亚观光客为主 而临近南港车站的六幅万一酒店也有明显回温 若近人次不再涉陷吸引更多外国客来台 让旅苏业者抢赚观光彩 时续入冬但是气温依旧是蛮高的 云林台西因此缠出了文革大量暴毙 有的养殖池是全军覆没 损失了好几百万元 水市所到场勘验 推测原因是气候异常高温 造成了地土恶化 才会导致文革缺氧暴毙 一大清早业者走进养殖池 拿起渔网随手一牢 都开口了 都开口了 几乎九成了啦 东西也全部都死掉了 业者苦笑整颗心菜堂血 因为整池文革超过九成全肉开口 暴毙死亡 天气不稳定啊 哭气啊 整整的啦 我这边大概八几岁左右 剩大概几岁 刚才有几岁两岁而已 云林台西是全台文革主要产区 冬天是文革生长的最佳时节 却大量暴毙 央殖户好无奈 四公请养殖池 全军覆没 损失将近七百万 可是不是因为天气 所以导致它那个水质的变化 导致就是没有收成的影响 随时所到场勘验后 推测式气候异常高温 池中的有几乎过多 造成敌土恶化 导致文革缺氧 由于死亡情况越来越多 云县县府将派员迁往勘灾 协助争取天然灾害救助 借过正月灵 高雄迷托是虱目鱼主要的养殖区 周末假日文化节热闹登场 受到疫情的影响 实体停办了一年 重新恢复举办 除了一连串的活动 在现场呢 还有美食饗宴 宗泡塞脑力激荡 用虱目鱼变化出了各种料理 量身打造菜单 也吸引了上百周民众预定长鲜 锅炉被战大火烧煮 汤匙一摇 满满鱼羹 羹汤熬煮 另一头铁锅里 鱼头已经卤透 忙着盛盘等上桌 施木鱼大餐 民众满心期待 还有鱼柳等着料理 搭配清蒸龙虎石斑 另外无鱼子活沙 满桌海味 高雄弥陀养殖 施木鱼达300多公顷 年产量约有600万斤 肉质鲜甜不止鱼肉 鱼肚鱼场可煎煮 鱼头能卤能煮汤 还能做成鱼丸鱼松 一尾施木鱼 全身上下都有经济价值 在地的海产 就我们南疗鱼港生产的海产 这样结合起来 半高今年有成本有提高一些 今年是3800 去年是3500 去年疫情影响实体停办 今年活动重返回归 尽管成本提高 但棕破腮拿出看家本领 大展厨艺 120桌而满 食木鱼料理 掳获大嫂朋友的胃 记者综合报导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失凉 不然一周预估会两段式的降温 从今天开始 第一波比较弱的冷空气南下 北台湾低温 大约是在15到16度左右 紧接着14号 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 第二波更强的冷空气南下了 北台湾低温 有机会涨到14度到15度 不过资象局评估说还不到大陆冷气盘等级 但是在银风面地区 降雨还会持续一周 都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形态 连日阴雨空气潮湿 北部有民众很苦恼 上网发问衣服都晒不干 没有轰衣机怎么办 底下留言刷一排开除湿机 也有人觉得北部人轰衣机必备 因为接下来雨还会继续下 最容易下的地方还是在基隆北岸 大台北山区跟宜兰地区这边 在今天一直到下周二之前 雨势上都会比较持续比较明显 到了下周三之后到下周五的话 虽然说雨势上有机会稍微比较减小 发生大雨的几率比较降低 我整体而言形态上在淫风面 都还是持续会比较容易下雨 特别是基隆北岸 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 北台湾未来一周降雨又降温 气温也会两阶段是下滑 10号第一波较弱的冷空气南下 到13号下周二 北台湾低温大约15 16度 中南部气温大多落在17到26度 不过最冷的时间点是在下周三 第二波更强的冷空气南下 北台湾低温有机会降到14 45度 目前来看可能到周三到周五 都是持续比较偏难 最新的雨报它 冷空气的强度是我在修路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陆冷气团的几率上是比较降低的 何时才会有低波大陆冷气团南下 还要持续观察 另外周六上午八点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性地气压生成 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 不过气象局评估环境吹东北季风将不力发展 就算成台也不会维持太久 对台湾比较没有影响 既然这位节目特报道